嗨 各位姊妹和朋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佩斯的小雨 那我今天要來教大家怎麼做平板式 那平板式這個動作其實很好 因為它是用你身體全身的重量去加重 然後可以訓練到鎖部 肚子 甚至是腿部的肌肉 然後所以這個動作它其實只要停著不動就非常有效果 然後你可以每一次增加你的秒數 然後做自己的增進 第一個基本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先練習摸姿勢的身體變化 當你的肩膀必須放在你的手掌上 然後一樣就是盡量有鏡子的話就朝著鏡子去做 然後肩膀放在你的手掌正上方 停好之後不往前不往後伸 這樣你的肩膀位置才會是正確的 然後屁股在你的膝蓋正上方 然後這時候我們要練習一個動作就是 往下凹 好 瑜伽常常做這個姿勢 就把你的腰凹到最凹 屁股整個向後翹起來 這時候你會感到你的腰的壓力非常大 所以我們在做板式的時候 千萬不能讓腰往下掉 所以練習的時候 把肚子 核心向內收 向內收的時候 把你的肚臍往牆壁門的 往天花板上頂上去 這時候你的屁股就會慢慢往下收 再看一次喔 身體拿開之後 把肚臍往上收 屁股就收進來 所以感覺一下這個收屁股的感覺 等一下我們在做板式的時候 很常需要這個姿勢去做調整 然後當你的肚子收好之後 你會發現有點圓背的狀況 然後這時候要做的動作就是挺胸 挺胸起來之後 你的身體就會呈現平行線 呈現一個直線 然後當你腳伸出去的時候 可以先一隻出去 然後再另外一隻 好 這時候肚子撐緊 你的動作就會是最漂亮的版式 OK 很多人會在這時候 因為撐不住 核心沒有力 肚子就往下壓 這時候就要做我們剛剛那個 肚臍向天上飛 然後屁股收進來了 肩膀挺胸 這時候就是一個最完美的把勢 OK 然後這時候你就停在這裡先不動 然後什麼都不要想 肚子收緊 感覺一下你的手在濕力 肚子在濕力 雙掌伸直的感覺 然後一樣記得 隨時要保持呼吸 慢慢的吸氣 慢慢的吐氣 然後當你肚子快要沒力的時候 收回來的時候 膝蓋先落地 然後身體向後收 屁股坐在前面 屁股坐在腳上 手往前拉直 然後讓你的肩膀鬆開 手放鬆 然後再慢慢圓背的做起來 OK 好 這就是我們最正確的版式姿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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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